我們今年 我們的服務業大平健的定義就是戰役 我們30位服務艦兵 這一回選出有兩位是醫療體系的服務人員 這是我們9年來 第一次我們選出醫療體系的服務人員 那我想在疫情的時候 醫療人員是最辛苦的 那我們在這裡敬益 我們的服務業透過了科技 改變人之間的問題 用溫暖來解決人心跟人性之間的局 九年來始終有一個信念 就是台灣服務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今年的評鑑化分為大購物店 分別是由服務的基礎動作所組成的基本服務 各產業專屬的專業服務 最具考驗與挑戰性的客速應變 零接觸的非現場服務 以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魅力服務 而今年由於疫情的影響 我們也針對疫情的防護 精選了二十項的接觸服務 來彰顯前線人員是如何的親自性受護 經過上半年的考驗已催戀 我們相信台灣的服務業整體品質 必然能夠育火重生更上層樓 讓我們共同持續關懷並守護這片土地 讓我們一起用服務讓世界看見台灣 我們工商時報所舉辦的 服務業年度大評鑑的獎項 可以說是服務業界的奧斯卡獎 每一個人得到都是莫大的光榮 對個人或對企業後續的發展 也有很大的注意 來到我們店接受我們的服務 除了感受到溫度 感受到那個品質不變體外 安全也是第一考量 新的服務業的模式跑出來 虛實整合讓消費者感受到 讓我們服務業的熱情不變 我相信我們在控股關懷是在服務業 不至於受到嚴重的衝擊 我們甚至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我們演全在轉型的過程中 是非常強到一個人美關懷的 將心力心 工商時報辦的大獎 然後我們台灣消費者 對我們這個9年來 演全對我們的肯定跟支持 才會讓我們有這個9年霸這個殊榮 我們在這邊非常非常的高興 在這一次當中 永慶房屋底端是 殘連房仲業的服務業金牌 集團下的永慶不動產 以及台信不動產 也獲得了第二名跟第三名 我相信這部分 是我們對自己的期勉 也抱著這個期勉 也是一個責任 我們將持續的抵受我們的服務 而永慶房屋底並不動產